习林迪翁的上海这期呢一切都严格保密 媒体在演唱会上只被允许拍摄几分钟 她的吃住行呢连主办方都摸不清 这一切不免让人感觉这位世界级的歌手呢有些孤傲 而在演唱会之前呢习林迪翁出席了两个活动 我们也得以近距离的观察这位流行天后 发现她其实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高不可攀 在举行演唱会之前 习林迪翁召开了一个十几分钟的记者会 而习林迪翁的丈夫兼经纪人也跟爱妻齐齐齐高调亮相 许是因为有丈夫的陪伴 更加衬托出习林迪翁的小女人模样 而当丈夫不小心说错她的年纪的时候 习林迪翁不但不生气 还当场做出了一番温情告白 如此温柔的习林迪翁与演唱会时激情撕涉的那个她 着实有着天壤之别 对待丈夫这样是理所当然 而面对一直在后台等待见到自己的歌坛新人 习林迪翁同样充满心和力 原来歌手西亚早在2002年就正式成为习林迪翁的同门虚媚 但前约至今与习林迪翁见面的机会却不多 在后台习林迪翁耐心的给每个人签名拍照 对于这些中方的工作人员 她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谢谢 展露的最多的也是她的笑容 对于这些温柔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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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5公里面的制 that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又组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